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大家吃過飯了嗎? 大家檢驗了嗎? 大家檢驗了嗎? 有首歌會叫你今天檢驗了嗎? 大家好,感謝大家的支持 昨天是黃標的,不要緊,繼續努力 跟昨天的網友互動一下 今天是1月22日,不不不不,2月22日星期二 四個月,不是2022年 2月 22日星期二,七個月 Kulu 說很同意 Omicron 如是港共未來事務大小都沒有政策 只有拆蟹 貪腐和鎮壓維穩 其實也是 Lora 說為什麼不去地鐵巴士檢控 地鐵巴士還要將12卡車變成9卡 冬鐵只關心經濟效益 一定是,現在是私人企業 資本主義,私人企業 當然是關心經濟效益 天堂地動還有一批市民冒著風雨的系統 在和卿體育館外面排隊做檢測 其實香港人呢 我想說你還想怎樣呢 經常說香港市民配合 我覺得香港市民是 最願意配合的地方 最願意配合 你看加拿大 我暫時不評價加拿大政策 鎮壓示威那件事 說回 人家 穩針 你試試穩針 全歐美所有地方穩針 都反抗 有人說 為何歐美的政策 有些親中的那些 為何歐美的政策 不可以 真的不可以嗎 稍後再說說歐美的政策 先說回香港 整班市民 你明知道政策是荒謬的 神事某事又要下去強檢 又強檢 金子又強檢 其實每一次下去強檢 市民都冒著可能下去糟糕的風險 那一刻心理壓力 你說怎麼撐 那麼 嘉儀就說 不如限聚令 不如半個人 只想半個人出街 神經病 Cindy說 看看新加坡 每個家庭會派一些檢測包 和血樣儀 然後最後發出醫生指引 和叫白車指引 誰知道新加坡 我其他國家不知道 英國就是這樣 是不是 別人做一點 你跟著別人做就行 不過他現在是這樣的 我覺得他所有政策 三個重點 他的政策 一定要是 親中 親共 親共 一定要是 向操控 一定要包吵鏡 一定是你覺得他不做 一定是 歐美做的事 他覺得不做 他怎麼要 去引證他 不跟歐美那一套 他就要不斷說 歐美那一套是不行的 歐美那一套很亂 中國那一套很得 所以就明正言順 跟中國那一套 那你市民有眼看 是不是 市民有眼看 OK 先說說今天 今天的新聞 東方厲害了 你看他的標題 抗疫無能 何以仁不展 喂 東方先動仇 當然 我們不會天真以為 你東方變成了人民喉舌 這些小馬大幫忙 我們很明白 不過 都叫幫市民出口氣 是不是 我告訴你 告訴你 是不是黨媒共媒 現在所有正派的媒體 都是建制派的 沒辦法 因為現在建制的 遊規則 但是 都可以說出一些人民的聲音 我希望越做越好 是不是 至於 你說到那麼激 會不會有人打你灰呢 這些就不用我們擔心了 但是說一條影片 我想強烈推介 我發現有一個YouTube Channel 叫做 KiB Face 我之前好像看過 之前看就沒有那麼有感覺 之前未離開香港 現在看真的很棒 我覺得海外網友也值得 大力支持這個 先給我讚好 OK 訂閱了 他拍得很好 然後就實地去看看 香港的街道上的情況 旺角 尖沙咀 你看到 其實 旺角 撿了很多 撿了很多 然後I Square 就整個死城 其實I Square 一直都死城 I Square 是一個很奇怪的商場 所以呢 起商場 真的有他的智慧 很神奇 你不知為何有些商場 就很成功 旺到爆炸 譬如我自己喜歡 我其實很喜歡APM 但我非常喜歡APM 有一成就大佬 糟糕了 瘋了 時代 就真的大旺了整個銅鑼灣 現在時代 靜了很多 其實如果時代都靜的話 銅鑼灣是很危 其實 我銅鑼灣大 我不是住銅鑼灣大 因為我一直都住在港道 三十多年都住在港道 其實我是在結婚後才搬到屯門 在港道一定是在銅鑼灣大的 所以其實也很看著銅鑼灣的變遷 有個網友 Patreon 他回到我應該在生活台的節目 說關於King of Fighters 如果從小銅鑼灣大 小時候就是去機店玩 銅鑼灣那時候有很多機店 我是無聊到 因為那時候是很低能的 在中學 在暑假工作 打遊戲 我們去南亞會游泳 南亞會游泳 那條 是否在教練山道上 我忘記什麼名字 在那裡游泳 就是南亞會游泳之後 就是內打機 內打機 銅鑼灣是 不同的機店 不同的機店 我們就算說了十多二十年 我們真的很懷念 時代廣場 以前九樓那間機店 真的很棒 那時候真的掀起了一個熱潮 那時候 例如高達 King of Fighters 引入了韓國的跳舞機 排隊看 好像看表演 那時候是很棒的 然後有很多日本很新的遊戲機 但是到了後期 沒有辦法 就算你賺多少錢 你也不會夠 一間 名牌時裝等等 去賺那麼多錢 然後 那時候還有很多機店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金星 燈籠街那間 燈籠街那間 那間是很厲害的 燈籠街那間是 煙味和冷氣可以融合在一起的 每次去完之後全身臭到 真的有肺癌 去完那間機店去得多 拒旺耳 那時代廣場是很成功的 但其實 其實是平日我發覺有時候都剩下了很多 那我剛剛看回那些片 都剩下了很多 如果時代廣場都剩下了 因為時代廣場是大旺 燈籠 羅素街那邊 羅素街 和外面的 電車路那邊 那我今天看回這條片 真的剩下了很多 旺角還可以的 旺角沒有 旺角最有心臟 旺角還可以的 雖然撿了很多舖子 都沒什麼所謂 沒什麼所謂 看看這條片 香港的情況是怎樣的 先講講疫情 前人六千多 今天七千多 這個星期三 財政預算 這個星期四 疫苗通行證 疫苗通行證 星期四實施 所有食市、超市、街市、商場 全部要最少打一針 另外食肆就要掃描市民的疫苗接種紀錄 現在香港打第一針好像都差不多八九成 其實 其實 應該 不太 要去那些地方 也要去的 人次應該沒有太大分別 是不是 譬如有些食肆完全沒有人幫助 一去的食肆 可能都應該大了一針 好了 但是問題就是 當你的經濟經濟向下行的時候 你這件事是大大增加交易成本的 讀經濟 你的交易成本大大增加 你會令到你的經濟活動更加萎縮 譬如有兩個朋友 本來約出來吃飯 很煩 又要做疫苗多久 不如去家打火鍋算了 現在兩個朋友去家打火鍋 會不會犯了限聚令 真的不知道 如果沒有人 是不是不可以的 我真的不知道 真是瘋狂的 如果朋友也不能去朋友家 全部都在隔離 全世界隔離 沒有可能的 是沒有可能的 應該可以的 找網友回答我 我真的不知道 譬如去朋友家吃飯 可以嗎 好了 食育局副秘書長蔡傑銘就說 如果經商場回家 或者去商場拿外賣可以豁免 但要看看是否合理 你怎麼證明他是經商場回家 你怎麼證明 你定個政策出來 你要說是否能夠執行 你說原意 是所有人都認識的 所有人都認識 是吧 為何那麼多 例如大家在辦公室內 為何那麼多人只有一個字 是吧 說是最容易的 例如說我搞網台 我搞十幾年網台 任何意見都聽過了 重點不是意見 你怎麼執行 不如做個這樣的節目 好 誰說 誰拍 誰剪接 誰上載 怎樣推廣 有沒有錢收 是吧 什麼政策說的 總之入商場的人 要疫苗互合通行證 但回家的人當然可以了 你怎麼證明 你要保安員再證明 我以前曾經住在太古城 太古城很多都是經商場的 因為別人的設計就是要你經商場 是吧 好了 你做個閘口在地理站那裏 你知道星期日是多少 現在我不知道 以前逢星期日 星期日的上午太古城是最多人的 因為 太古城的設計是非常之好 他很適合一家大小 要戲院有戲院 要小朋友的地方有小朋友的地方 有玩具反斗食 有 溜冰場 有餐廳 有戲院 有shopping 超市有幾間 是吧 不夠行的 通過地閘射去對面的康夷 還可以給你行 全部都是經商場的 你怎麼分遊客和家 是吧 沒有拿住戶證給你 不是全屋都有住戶證 是吧 可能拿住戶證 我也不知道 你真是做死的保安 是吧 怎麼證明他是拿外賣呢 又升了外賣紙 就是整條隊塞在地鐵站口 是吧 太古城的地鐵站口很窄 你怎麼 一群人塞住 然後 逐個逐個 我住戶 我住戶 如果他是住戶 就可以經商場 那你的疫苗通行證有什麼用呢 浪費氣 我想說這些政策是可以建議的 永遠政策 多 就沒有壞 不是的 就像你一個人 保持健康 吃少一點 吃健康一點 一定可以的 但我試著逼你 是吧 沒有逼的 疫苗通行證 星期四推行 副資訊科技總監 黃次光 已經更新了 安心出行 以及 掃驗證二維碼的應用程式 他說的接種紀錄會獲得加密處理 加入自動顯示針卡功能 方便市民進出主動 核查處所時向處所 負責人展示相關紀錄 那麼 至於驗證二維碼 我猜有QR Code 然後就DOO 用安心出行的接種紀錄 豁免證明書 以及未有打針紀錄 向處方反掃的時候 掃描器就會發出不同的聲響 以便處所負責人 分別處理 那我明白 你DOO那個二維碼 它就會有個聲響 譬如 如果是OK的就OK的 如果是DOO 那就糟糕了 如果突然10個市民有5個 那你怎麼搞呢 是吧 我希望順暢 我不是想你不好 我難以想像 譬如你柔一城 太古城 Element 那些 掃描器 亦可作人手正面掃描 例如 處理使用針卡 數張針卡 黃紫光說 在掃描器中的紀錄會在31後自動刪除 市民個人的資料包括證件號碼和名字 部分會被遮蓋和 雜臭處理 變成不能辨認的資料 好 如果個案追蹤辦公室主動要求處所追蹤程式內的資料 需要一次性文碼 再加上 加上 再財能上傳加密資料 比對和實名查詢 以便快捷追蹤和感染個案 即使 總之 任何市民 你拿著手機或一張卡 有記錄的 你可以掃描他的記錄 那麼 假設他有一個儀器 有一個掃描器 就會是 不不不不不 對不起 他有一個掃描器 掃描你的記錄或針卡 應該是這樣的 然後他就有聲響 他的資料就會儲存31天 如果發現要追蹤的話 辦公室就會輸入一次性的密碼 然後才可以看到你的資料 所有東西都沒有用 第一件事 永遠是不關政策事件的執行 現在我們沒有人不相信你的制度 我們不相信你的人 很簡單 同一套系統 你如果日本做的有沒有人質疑 我們不會質疑 對嗎 那又說真的 fair 這麼說 你那個 那個所謂的追蹤資料 其實香港也沒有私人 你在香港也沒有私人 你只能盡量 找方法保障自己 譬如你找到一部手機 我覺得生存在香港現在一定要有兩部手機 對嗎 然後 那你也要實名制 你沒有人發覺安心商量實名制 你去到哪裏 那一定是知道你去到哪裏 是吧 那 你說沒有了 取消31後 你會不會有back door 你會不會有另一個伺服 把所有資料都儲存了 是的 你在掃描器的紀錄31後 delete 但是掃描器的資料會不會自己back up 怎麼知道 是吧 現在這個港拱 我就覺得 不會沒有 是吧 有市民入稟高等法院司法覆客 應該希望撤銷疫苗通行證的安排 希望法院下令禁止 申請人就說 強制接種疫苗和疫苗通行證 令他不能夠考地產經紀執照牌照 失去了就業機會 而疫苗通行證也禁止未接種的人進入超級市場 街市 奪去申請人購買食物和日常品的權利 亦阻止他在沒有律師代表下的情況進入法庭 申請人說到 這裏是剛才所說的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是司法庫 當然是不行 就算 是 真的在說法治 或者是可以打 如果真正是一個說法治 分分鐘是司法覆客成功的 你在美國有幾個州 你就打掉了 這個世界是不能強迫疫苗的 不可能的 除非 除非你那個疫症是 好 即是 嚴重 七天就死了 那你不用強迫 那些人都會直接打疫苗 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話 你是不能強迫的 但是現在香港 接近想強迫你 他就是剝奪你不打針的所有日常的自由 然後就使你去打針 這樣 你說是否真的違反 違反人權之類呢 其實是可以爭辯的 但是現在你香港也不是說法治的 就算被你打贏了 政府一定會上訴的 你去最悲上訴到 終審法庭 不是 現在香港最高的法院是否終審法庭 最高法院 隨便 是政府贏的 再不行 釋法 疫情壓倒一切 所以我都佩服這位市民的勇氣 那我就好奇看看 那個官員怎麼判法 行政會召集人 陳 陳 致思 其實你叫做致思也挺好 也挺適合你 那你不如叫陳致思吧 一個這麼臭致思的人 好了 在這個香港完結基金 論壇就表示 以新加坡為例 這個論壇也挺好笑的 你看這群人 右邊右下邊 你說什麼 嘩 你看盧總謀 你看右上 嘩 你看這幾個人 這幾個人 真是說得很對 完結香港基金 這幾個 全家產 就是 香港幾十年內 舔了好處的 糟糕 根本就是一個廢柴 就舔了好處 然後 搭上香港的快車 然後 現在 當覺得 那群人在這裏搞事 我們以前就這樣 不要緊 我們全力支持你 你繼續搞吧 你搞多一點 沒所謂 好了 陳智思以新加坡為例 他說每天 過萬宗 就算 建了多少方艙醫院 都處理不了 一定要加居隔離 但他說不是人人都可以加居隔離 就像香港的特殊環境 他不明白可以怎樣處理 那你過來做什麼 那你過來做什麼 我可以怎樣處理 不用你怎樣處理 你不需要你想想怎樣處理 你現在這個套路 你現在想不到 香港市民自己會有方法 首先網友說得很對 有指印 如果你點點點點點的 你就提醫生 如果你不是點點點的 你就在家居隔離 整個屋人就留在家裡 然後可能三天兩三天 就自己做檢測檢測 就是這樣 有多難明白 是不是容易明白 是不是容易明白 為什麼你們這群人這麼糟糕 好了 盧寵謀 盧寵謀 看看盧寵謀說些什麼 盧寵謀 找到他偏文 Anyway 好了 盧寵謀 記得那個 咬腳 他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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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水 插水 插水院長 他現在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 哇 又掌抽又女 盧寵謀 盧寵謀 看你的款式也是食女 小心點 小心點 真的很容易糟糕 香港的居住環境需要早發現早診斷早隔離 不過他強調面對疫情 必須要減數方法處理 阻折患者數量增加 這些真是 很勃威 你不說我也不知道 原來是要減的 原來不是加的 要對抗疫情 真是 他說 如果要加居隔離 真的要做到才可以實行 因為部分可能獨居 應付不了生活 除非做到內地的觸不出 嘩 還要贊了內地 除非做到內地的觸不出 服務上門 否則 只是居家躺平 使病毒在社區擴散 我們不要因人分疑 他這個說話說得對 他這個說話說得對 對於有將患者送到深圳治療 他認為是不可行的 他繼續這樣說 他說Omicron到目前 都沒有十足證據證明 可以當作一個流感禁醫 我們在這波疫情出現後 就發覺 短短一個月 就是經有四五十宗接近重症死亡 這個經典 與病毒共存 其實是歐美國家在防疫上失敗 要合理化他們的失敗 提出一個好聽的口號 與病毒共存 其實 是只會帶我們共富旺全 OK 歐美疫情失敗 疫情失敗 你如何定義成功或失敗 你用數字 還是看人民的生活 還是看什麼 如果你看人 哪個中國勁 好像昨天的吳尊 吳尊友 名字都不記得了 不專有還是什麼 他說中國現在雙贏 無論疫情 無論經濟 百姓生活 都是最好的 那就可以了 你繼續 不用爭 不用爭 你覺得歐美失敗 所以他們一定不可以走歐美 大家開始記不記得思維 整個flow 因為歐美一定是不好的 因為歐美經常說中國打壓人權 所以歐美做什麼我們都不可以跟 無論它是對的 都可以當它是錯 OK 當然它是錯的 就更加說它更加錯了 所以它做什麼香港就不可以做 呃 你中國 是有條件 不病毒共存 這個世界有些國家是可以有條件不跟病毒共存 不繼續清零的 就是極權國家 北韓就可以了 俄羅斯也 俄羅斯反而是跟病毒共存 不過俄羅斯其實也沒有什麼分別 全都是差不多 中國是可以跟病毒共存 它可以清零 為什麼 第一數字控制 它想怎樣說就怎樣說 第二 就算你人的人怎樣死 是吧 你捉不出戶服務上門 你問徐州白武 就真的捉不出戶 他真的不能出戶 是吧 中國就算封城 整個城都死了 一千萬人死了 沒事的 你做到這樣就可以繼續清零 你就可以繼續清零 歐美防疫失敗 你有沒有看到英國發生什麼事 是吧 現在 經濟如常 經濟好到爆 我想說 你說香港是怎樣的 好 我們看看盧文端 盧文端 這個很過癮 這個之前 又不知道 是不是他說什麼五光十色 還是什麼什麼 七七 這個 這個 另一個也是姓盧的 盧文端 特首選舉 押對五月 表示 香港 要在兩個月內 控制疫情 亦表明 特區選舉 和中央任命程序 要在七月一日前 完成 他說 如果選舉押到七月一日 這個影響動作太大了 要由全國 如果延到七月一日 因為七月一日就是上任 如果遲過七月一日的話 要由人大常委決定 提出憲制性的法律根據 這個動作影響太大就盡可能避免 這是低能的廢話 如果真是七月一日的話 沒什麼所謂 七月一日 一日二日 三日四日 五日六日 十日 就算不是七月 就算沒有特首 也好 我都說沒有特首也好 七個特首也好 沒什麼所謂 我們不會干預你內政的 你想怎麼搞就怎麼搞 他說如果疫情長期拖下去 對香港社會也承受不了 今年七一 是回歸 是嗎 這個二十五 不是回歸 是 二次殖民 二十五週年紀念 如果疫情不能夠受控 回歸慶典以致國家領導人來香港慶賀視察 哇領導人現在過來香港視察 這次擾民 來吧 盧文端說 相信 中央和香港社會都不希望看到 特首選舉草率了事 你錯啊盧文端 香港社會是不理你 你誰做特首的 試彈彈 很fucking care 是不是 你們自己搞吧 你想怎麼玩 你想怎麼玩也怎麼玩 沒什麼所謂 中央對香港 關於特首選舉的 社情文 已有充分了解掌握 Are you sure Are you sure 這篇文端看起來也是廢 總之他就說 總之他在上面下了死命令 兩個月控制疫情 然後選特首 OK 我也覺得兩個月應該有機會控制到疫情 我也有機會控制到疫情 你這樣搞法一定會死 是吧 但是問題是你控制完疫情之後 香港還剩下多少成 是不是 不是可一誠 不是可一誠 但是 究竟香港會怎樣呢 我們說說香港失業率 我們說下個月 開兩會了 每逢開兩會 真是 精彩過什麼 3月1日 政協 就會開 委員會議 然後3月4日 就全國政協會議了 這段新聞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明白 我看完之後我爭吵了頭 據了解 這份是 港台的新聞 港區的全國政協常委 就原定今天出發去深圳隔離 讓我等一下 原定出發 今天就去深圳隔離 改為 星期四與其他全國政協委員 港區人大 一同出發 我不明白 你的意思就是說 星期四與其他全國政協 和港區人大 一同出發去哪裡 一同出發去深圳隔離 我真的不明白 他說全國政協 剛才說的 一月就會開 常委會議 然後四月就會開全國政協會議 那麼 身在本港的政協常委 和部份政協委員 身在香港的政協常委 和部份政協委員 原定今天就去深圳隔離 再飛向北京 不過 本個別的政協常委 和政協委員 就經意請假 就不會開會 時間吧 究竟 香港是有全國政協 又有香港的政協代表 然後 在內地又有港區政協常委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在香港有全國政協常委 在內地有香港的全國政協常委 我媽的 我真是狠亂 隨便吧 OK 真是不明白 果然是 偉大強國 博大精心 連政協制度 我都是 我們正常人 真是不明白 但我們 最重要要明白什麼呢 就是有些政協總之就去不了 唐英年 司機 司機 以及辦公室兩個秘書家人 司機也陽性 司機陽性也挺嚴重 在隔離 唐英年 就說由於跟三人有密切接觸 基於防疫考慮 請病假未能參與會議 唐英年要隔離 不用怕 他家裡那麼多美酒 慢慢享受酒 另外 做完手術的董建華 也會在家有養 快點康復吧 昨天說過 你一康復 你一出現 一康復 香港康復了 如果你有什麼事 香港就康復了一點 我們當然要開香港慶祝 當然要開酒慶祝 究竟香港經濟是怎樣 OK 我看到 統計處公佈失業率 失業率 3.9% 失業率 3.9% 是好到非常 各位網友 是嗎 就業不足率 上升1.8% 經季節性調整 失業率3.9% 跟上一季差不多 你覺得有沒有人相信這些數字呢 我想說 這也不是分析太平 總就業人數 367萬 比上次公佈少少4000人 勞動人口 就少了12300 12300 這是總勞動人口 就業不足率 就增加了3000人 失業率是怎樣計算呢 就是 失業人士 隨意 勞動人口 所以如果失業率 失業人數和勞動人口一起減的話 其實失業率是沒什麼變的 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我突然 我沒有工作了 我要找工作了 我找不到工作我就失業了 但是如果我找不到工作 我不找工作了 我就不是叫勞動人口 當然他有一個定義 就是長期才是 但是我想說 經過這三個 11月到1月 11月到1月 只是飲食業那群 死到咻咻咻 你可以的失業率沒什麼變 你繼續這樣 自己粉飾太平 沒什麼所謂 對 對 很多人不是失業 我說過最嚴重的問題 就業不足只有3000人 哪有可能 有多少停薪留職 各位網友 你看看你身邊的朋友 你看身邊的圈子 對嗎 就自己知道吧 我想每個朋友 怎麼都認識一個人 是暫時沒有公開的 對嗎 你這樣做法 即是說一個人 他已經是 第四期了 你再跟他說 他溫度OK 體溫沒什麼大問題 血壓沒什麼問題 流血了 眼睛都發青了 不是 他的脈搏OK 現在就是這樣 情況 等於內地剛剛出了 大中小 房價指數 按年 還要升2.3% 雖然 按月 是升0.1% 一線城市房價 持平4.4% 二線房價 按年升2.5% 是不是很穩定 你知道為什麼這麼穩定嗎 賣不出 不能賣 你要賣 你先還了一單按揭 當然有很多人 就是賣了 他付錢的 不是做按揭的 那些就賣不出 沒有人接 你現在新的那些 你是要做到按揭才能接 也做不到按揭 不給賣 你樓價就不下 那些人的錢 就繼續綁住在樓價 鬆綁不了 這是很兩難的 你一讓他們鬆綁到的話 我立刻突然 你的樓價就倒了 你不讓他們鬆綁到的話 那些人的錢 財富在房價 他就不消費 所以為什麼中國的CPI可以 保持沒有通脹 你只想想 全世界都通脹 通得一把聲 你可以沒有通脹 但是你的PPI 你的生產成本 都是按年一成一成的增加 你出來可以沒有通脹 那你賺什麼錢 是不是 企業賺不到錢 市民花不起錢 現在就是你中國這樣的情況 乾症 香港呢 幸好就是底部夠厚 第一 你有資產那些 其實 香港是很兩極化的 你要餓死是很難的 老實實 真的難一點 如果你有資產 你更加不用 只有資產 香港的平均收入是很高的 當然你有最窮的那些人是很慘的 我想有100萬人是很慘的 但是那些是沒有聲音的 沒有人來的 是不是 你有二三百萬人 還找到工作 還是有工作的 香港有一半是業主 是不是 可能在供樓 我不知道 你有 百九幾萬人 很消費得起 你整個城市 仍然在運轉 但是 當你看看這些片 你看看 先看看 看看有沒有 去廣告 去廣告不看了 Sorry 我這個帳戶不是Premium的帳戶 那麼 喂 你慢慢 就是乾淨了 現在香港的經濟不是乾淨 好了 但是我看到一則 這樣的新聞 喂 大灣區航空有限公司 大家有沒有人像 讓我把這幅圖給大家看 大灣區航空 之前 郭泰好東西 郭泰拿了政府 拿了政府 住資 200多億 還是借貸還是住資 200多億 然後再炒 再裁員 自己對沖油 現在油價 保留了100元 他賺 郭泰今年盤數應該英俊 他今年盤數應該英俊 他只是炒油賺錢 是不是 OK的 然後 撞了港龍 然後 吐了一個牌子 然後 大灣區航空就接了 現在 發出牌照 這個時候 出一個牌照給大灣區 你想想 這也不是 利益輸送 大家不要忽略這些新聞 我不知道有沒有多不多媒體說 大家真的要好理解 一個 這些 航空公司的牌照 是公共資源 等於 電台 電視台 鐵路 巴士 營民專展 這些是公共資源 因為牽涉民生 你每出一個牌照 你都要看看對於市民民生的影響 例如現在 街上 我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這個時候有人申請 我要加一個專利巴士牌 你會不會批不批 當然不批 現在市場 都死得慶祝 你還要加多一個牌照 那剩下的一兩家就沒得做 你不理解 當時 為何不發牌照 不過算了 電視牌照又牽涉另一件事 因為牽涉打壓言論自由 例如你公共事業 例如我電力牌 我現在申請我要供電 他不給你 為甚麼 因為這樣可能會令到 香港本身也是供給予求 供電 然後 你還要再做一個牌照 那本身那些就可能做不住 原理是這樣 原理是這樣 其實是做得住的 但香港的電力公司 中電廣燈做得住 是因為他們有地皮 所以這是第二個故事 但一般而言 公共服務的牌照 一定要 政府覺得 令到他們營運到 不會做壞事 但又不可以完全沒有競爭 像香港那樣 港鐵完全沒有競爭 又是利益輸送 我們講一下飛機 現在所有的航空公司 歐美 在下半年開始復甦 但香港 未看到 而 你這個時候 再多把牌照 出來 就擺明不關需要的事 現在香港需要多個航空牌照 就是 將這些航班盡快 推給大灣區航空 104條航線 是嗎 那就是 令到香港的航空 進一步 真恐怖 進一步被監控 是嗎 你經過大灣區航空那些 喂 他沒有什麼 他控制了你的交通網絡 那麼 喂 你連出入也受控的話 他就不將你 他就繼續操控了 是嗎 繼續將自己的 這個大灣區航空 這個這樣的牌照 有沒有經過 有沒有經過 先 是嗎 喂 航空公司的牌照 不是屬於你的政府的 老實實 是不是 香港市民有份的 有沒有經過競爭 有沒有公開招標 為什麼不給其他 你肯不肯定沒有其他航空 營運 這個世界上其他航空公司沒有興趣 去做這104條航線 為什麼會給大灣區 拱手相讓 航權是很重要的 究竟這個航空公司 賺不賺 不過這樣 真的奸有奸輸 我就看你虧得怎樣 其實這就等於亞市 現在香港的航空公司 越做越虧 告訴你 你做吧 我看你怎樣做 好了 講國際一點 我看到一單新聞 也是講商業新聞 中正監說 支持符合條件的 澳門銀行金融機構 在橫琴開證券公司 哈哈哈哈 我聽到真的很絕望 橫琴有什麼可以做 第一件事 橫琴 搞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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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事 你真的想在澳門搞 搞 證券公司 你看你的A股 你看你的港股 你還要叫他們 去搞證券公司 是不是 是不是 那這個呢 就叫做 之前不是說過 深化前海 深港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 方案 擴大金融業 對外開放 支持金融業 展開 跨境證券 投資等業務 富途就是在搞跨境證券 老虎就是在搞跨境證券 就被你打巢了 是不是 搞啦搞啦搞啦搞搞搞搞搞多點 好那就看看做什麼新聞 差不多了 好啦 呃 今天時間就 今天時間 今天時間差不多吧 好最後感謝 相當之感謝大家支持 有些網友都留意讀了 好啦那就是今天時間差不多 也有九個字 希望大家努力 加油支持 WiFi 我們明天GChannel再和大家見面了 Thank you! Bye bye!